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 最近全球AI芯片巨头英伟达点名了一家新加坡企业, 英诺特成为他们关键的供应商。 听上去,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合作,没什么特别。 但这个消息一出,英诺特的股价瞬间飙涨超过20%, 创下三年来的新高,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? 而新加坡是否真的有能力重新? 沾上全球科技制造业的C位? 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,这不仅仅是一家公司被点名的故事, 而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复活的象征,如今英诺特拿下英伟达订单。 意味着它正式打入全球AI服务器核心供应链, 这不是偶然,而是新加坡制造业。 从传统走向高端制造的缩影,新加坡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第二次觉醒。 不拼产量而拼精度,不靠成本而靠信任, 不只是做代工而是成为AI硬件体系的技术节点。 很多人可能会问,生产地明明在中国东莞, 这和新加坡有什么关系? 其实关键不在产地而在信任链。 英伟达在选择合作伙伴时, 非常看重企业的治理结构, 合规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, 这些恰恰是新加坡企业的天然优势。 英诺特作为一家新加坡上市公司, 背后有完善的公司治理与国际审计体系, 这给了像英伟达这样的美企极大的信任感。 换句话说,新加坡的制度背书, 成为AI供应链中的信任基石。 更重要的是, 新加坡正成为AI硬件生态的中介节点, 在全球去风险化与产业多元化趋势下。 许多美企不再依赖单一制造地区, 而选择通过新加坡公司作为桥梁, 协调亚洲的供应与生产。 这里不仅有金融中心的优势, 还有政策法律资金物流人才的整合能力。 因此,新加坡企业在AI硬件链, 中扮演的是一个独特的角色。 让创新在美国诞生, 让制造在亚洲实现。 让信任由新加坡承载。 英诺特这次能拿下英伟达的订单。 靠的不是运气, 而是过去几年深耕技术的积累。 它从原本的电视机金属外壳加工, 升级到GPU服务器机箱液冷散热系统, 精密结构件等高附加值领域。 这背后是整个新加坡制造业转型的方向, 从OEM代工向ODM设计EMS系统整合迈进。 换句话说, 制造业不再只是造, 而是设计加创新加品控的综合能力。 这种能力的核心, 不是产能而是精密制造与客户信任。 英诺特的转型象征着新加坡制造业的新逻辑。 体量可以小, 但技术必须精。 利润可以博, 但附加值要高。 而AI服务器这个新领域, 恰好为这种技术深度型制造提供了绝佳舞台。 未来几年随着AI数据中心扩张, JPU机壳、液冷组件结构件等环节都将持续放量。 新加坡制造企业的机会, 就藏在这些看不见但不可或缺的环节里, 英诺特股价暴涨超过20%, 在表面上是对新订单的反应, 但更深层的意义。 使资本市场开始重新评估传统制造业的价值。 长期以来,新加坡交易所, SGX被诟病为缺乏高增长科技股。 工业企业估值偏低, 资金更偏好地产与银行。 但AI浪潮正在改变这一切。 AI的热度不仅属于软件公司芯片巨头, 芯片巨头, 也属于那些支撑算力。 基础设施的硬件与零部件企业, 当服务器液冷系统即可测试设备需求暴涨, 像英诺特、Umsaem Venture这样的制造公司, 就迎来了估值重塑的机会。 过去新加坡的制造业被视为传统产业, 现在它正在被重新定义为AI硬件底层资产。 资本市场的热情, 正是对新加坡制造业2.0的提前定价。 因为达这笔订单或许只是一个开始, 但它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, AI硬件的产业重组, 让新加坡重新进入全球制造核心。 这意味着新加坡将不在, 只是数据中心的使用国, 而是整个AI基础设施供应链的技术中枢。 在AI时代, 新加坡的优势不在量产, 而在信任加精密加区域协作力。 这正是怕能在全球产业链重组, 终重新登上舞台中央的原因。 所以说到这里, 你怎么看呢? 你认为新加坡的AI制造前景如何? 它真的有机会重返全球科技C位吗?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,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 订阅我们的频道, 打开小铃铛, 感谢观看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